学会宽容吧 都宽容吧 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真情60秒 老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希望把我自己改变一下 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自己 多点时间陪你 多点时间陪孩子 好吗 这是第一次看见她笑 我的妈呀 就第一次看见笑 你就娶了她 我的天哪 来吧 亮灯吧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我不知道看了这一对之后 那一对还想不想再生 来 请关门 其实这一对是 现在婚姻育儿的一个 带有典型性的一名家庭 自己需要发展 父母可能一时又搭不上手 帮不上忙 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 三位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接下来的日子里 会一直陪伴你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疼惜有种安逸 在梦里诠释你 不要再指引 把我放进 亮灯吧 来来来 感谢一下婆婆 妈 感谢你一直以来 就是照顾孩子 我之前也有 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对你老态度也不是特别好 在这里感谢你 太好了 她老公结婚五年没有宝宝 近段时间发现老公在外面有外遇 时间长达一年 摊牌之后老公告知不会离婚 会和外面那个断 但是呢 她却并没有断 我不想离婚 却又不想 她一直悄悄和那边联系 就应该坚持底线 如果你突破底线 等同于没有底线 还会彻底沦陷 她的得寸净齿 恰恰是因为你优柔寡断